球场上球友们的卖力表现有目共睹 而台湾银行洋将球员James Taylor 曾在2014年12月20号以制胜助攻 最后让台银75比74显胜欲聋 不过就在赢球隔天 台银却跟James Taylor解约 将换韩国KBL洋将Rod Benson 不过其实James Taylor在SBL留下不错成绩 上场平均表现 两分球命中率47.1% 罚球命中率34.69% 得分16.3% 篮板球13.6个 而平均助攻两次 超级0.9次 组攻2.7次 15.2.8次 犯规2.5次 最后一人读得第12季 SBL超级篮球连赛的篮板球王 组攻王年度前场防守球员奖项 我没有想到我会获得任何赢赢 这一季的个人奖项 得分王 篮板球王 操捷王 祖公王很可惜都被洋将暴走 只有助攻王是由富邦球员苏毅捷获得 不过曾经在第一第二球季以及第六球季 分别由阿米族林志杰以及杨敬敏获得得分王的殊荣 台湾球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接着我们在大陆台北市采访不到